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以為我上來 上次在這個台上是兩年前 對 我以為我要上來謝幕了 好 現在我是 現在下一個talk的講者 我要講一場閃電獎 不過 沒有啦 因為我是看官網那樣寫 害我以為我是要講一個閃電獎 不過現在請那個 有報名閃電獎的朋友們 現在到舞台的 這邊幾何 右手邊 對 我的左手邊 你們的右手邊 好 那 先請 先請第一位 對 請你們先準備 好 那每個人 只有五分鐘 那如果你 把時間借給別人 你還是只有五分鐘 總之不管你有幾個人上來 我們都會在五分鐘的時候結束 那你們準備好了嗎 不是有口譯嗎 好 那 所以這就是 Lightning Talk 如果有人需要翻譯 Lightning Talk 時間 所以如果你們有加入Lightning Talk 請到這個場面 好 謝謝 好 你們開始喔 好 開始 好 你們開始喔 好 開始 到路面 你才能加入Lightning Talk 我是可能 我剛才會說 你自己就來 而出席后一天之一 这是您跟大家讲解一下 您的意見 您的感觉和您的生命 您的意见到您的相遇 我愛你 我会在台湾的工作上, 开花的工作, 开花的工作, 开花的工作。 我会在这里的工作, 开花的工作, 开花的工作, 开花的工作。 尼克威娜、生命、藏政 我想,我们的家庭和平地和生活在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和生活,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移动到英文 OK, I have one and...OK, I have almost two minutes The A, you can learn by the start of A, so it's R And the R is similar to try, so it's R And the Y is pronounced E like kid, so it's E And so I want to invite everybody to repeat as me I will say again and you can repeat 就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试试看念阿美语,这个谢谢 OK, 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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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ss 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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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好,我是宇昌,我是自由軟體工作者跟公民記者,目前在PTS擔任研究員,今天不放影片,我知道我之前好幾次閃電秀都會放影片,今天沒有放,其實這一次大家常常一直都提到數位落差這件事,其實數位落差跟公民參與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交集,就是參與室預算跟社區一張營造,可以的話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去那個場子看看不一樣的公民參與長什麼樣子。 那這邊當然也有人會想要知道怎麼樣突破同溫層,那我可以分享一個我自己的經驗,那當然記者會是有本錢的人做的事情,那沒有本錢的人可能就要發傳單,那我自己的故事是這樣的,就是我曾經看過議員質詢的影片不外流,我很生氣,所以我就跑去做了傳單,然後去PTT貼,叫大家來分享,然後就被告了。 然後這是當時候他們開記者會的樣子,然後他們也發新聞稿,然後被告了,然後呢,所以當然是繼續上網爆料啊,還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就繼續貼喔,然後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告訴不可能會成立喔,然後一個小時內就爆了,所以後續結果就是不起訴喔,那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那我這邊也想分享一些沒有辦法來這邊的人,像一些在地的政治結構真的有辦法談議題嗎?那我想分享一下台南新亞的一個例子。 那這是他們的工作報告,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那他們做了一些工作坊,講堂,交流拜會,然後做一些懶人幫我解釋一些議題,做台南議會的小旅行。 然後還有台南上半年的一些大事記分享給那些離鄉的台南人。所以這就是他們做出來的一個成果,議會觀察報告。 以及呢,在臥草的六都給問裡面,全有。這個是台南新亞做了很多的功夫在後面。 那所以歡迎大家定期定額捐款。那再來呢,如果是個人的政治參與呢,我想分享的是國外調查兵團幾個朋友的一個經驗。 那當然這是一個我們之前做的平台呢,那製作的平台也方便倡傳一些立委的影片跟資料。 當然裡面需要一些內容,所以呢,就有朋友自己成立的公民廟口。 然後他透過自己的方式,不斷的剪輯影片放上網路,連中國的媒體都引用。 當然中間要答馬賽克。 那這是他本人,他從2014年9月起在家帶小孩,然後獨立IVOD剪片直到今天。 那希望能夠讓更多公民觀影政治的另外一個朋友呢,他經營的是蒂瑪小姐咖啡館。 這是他的各種文章,他利用這種輕短的文字呢,然後模擬一個場景,對話的場景。 來試圖讓不同的人可以了解到底民主是怎麼一回事。 那從2014年9月一直寫到現在。 那另外一個是杜老爺的小酒館,他也是不斷的畫這些圖,只需畫到現在。 那最難的其實,真的不是做一件大事,而是一件簡單的事,持續的做好幾年。 那當然也歡迎大家定期訂閱的捐款,對。 那其實我自己做到現在,我發現開放政府最重要的最後一路,其實是選舉跟政務官。 因為當我們要落實政策的時候,這永遠都會卡在那裡。 那我有個同事說,如果開放政府可以增加選票,真正如果跑得比誰都快。 所以呢,開放政府可以增加選票呢嗎? 這個是我覺得想要問大家的問題。 那當然唐鳳有提到說,至少不要讓選票變少嘛。 所以,開放政府或許要先講求不傷選票,再講求改變政府。 那所以我覺得像想寫重要新聞的記者,但是被迫寫即時新聞,或者是想要做好政策沟通的公務員,最被要求做好政策行銷。 或者是,政務官跟事務官他們討論了很久的政策,但選民卻只關心八卦的話,也許我們需要的是, 就是,有時候其實我們真的會覺得,you can be open,or you have a government。 真的是很,1980年就已經說過的話。 所以當你凝視著深淵,深淵也在凝視著你。 OK,好,我變深淵了。 對啊,只在厭世啊。 所以,也許我們需要的是開放政府大長花。 那說說你的不開心,讓我們開心開心。 然後也許我們無法改變政府,至少我們可以改變心情。 然後從彼底的錯誤中學習呢,讓我們還能繼續的走下去。 那謝謝大家。 我還有人跟我借時間。 但是只剩下30秒了。 好,下一個。 這個,我跟大家講,我們喊了很久,要開放政府要有開放資料法。 為什麼呢?因為開放為原則,不開放為例外。 免費為原則,不收費為例外。 這個是一句很沒有用的話,對不對? 所以我們喊了很久,我跟威士忌兩個人,一直說要一個open data law. 現在政府給我們回應了,就是要有一個政府資訊公開法為原則, 基大會為政府資料,但是我們覺得不夠。 下一頁,我們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各位掃QR code一下,給我們一些意見。 很快的就會給大家做一些回應,謝謝。 好,太精準了,太精準了。 我其實剛剛有點想要喊說,語昌動算是這樣嗎? 好,我們先寫語昌。 那下一組是sense.tw,相信大家在這次的same裡面,有很多地方都出現他們的聲音。 對,那他們要講的題目是,GNV的黑客宗討論與Uncom討論。 回顧。 好,你們準備好了嗎? 他們的電腦出了一點問題。 我只能再給你一點點時間喔。 好,那就。 小精靈。 好,開始。 沒有畫面。 所以沒有人跟沒有畫面嗎? 沒有。 哎呀,相信。 先講。 先講。 你講吧。 我們用沒有畫面來想像。 好,那個。 剛才語昌講了很多,那個。 目前還在持續做一些,就是公民課個人推廣, 就是大家關注政治議題的那個個人還有部落格。 那現在,然後他講了兩次,就是歡迎大家定期第二捐款。 然後我們目前沒有打算講這個。 但是我們就是想要藉由我們的工具,然後呈現給大家看。 就是從2012年底、2013年初的交界,然後到2018年, 從第一屆到第31屆,黑客宗作為一個社群,他們關心的議題到底有哪一些。 然後我們會用一張圖來呈現。 我們等一下,等畫面出來。 直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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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那我們,我們所拉出來的圖發現就是, 欸,這個嗎? 攝影機是不是直接上檔。 好。 好,現在,我們看到這總共有三層,然後我們拉出來。 OK。 我們總共,我們總共根據,呃,我們總共根據黑客宗關心的議題, 然後還有他在關心這個議題的時候,實際面對的問題, 然後還有他提出的解方,拉成了三層圖,然後大家看到這一圈像花一樣。 然後最中間那一圈,最中間那一圈, 最中間那一圈其實就是,呃,黑客宗這個社群他所關心的議題, 我們可以看到有非常廣。 就是除了,呃,食品安全,待遺失靈,然後一直到民主憲政,高齡化社會, 還有人權議題生態環境這一些。 那,這個紅色的對照出去就是說,當這些提案,提案者們, 他在提到這些專案的時候,他實際面對的問題, 比如說,呃,可能會有資訊四散,然後不亦媒合有需要的使用者, 然後或者是說資訊太過複雜,然後一般比較沒有在關注議題的人很難理解。 然後或者是說,在一些議題上面,比如說食品安全,或者是待遺失靈, 然後或者是環境議題這一些方面,很容易遇到就是說, 呃,財團或政府釋出的資料,不被民眾所信任。 那這時候大家就會提出一些解方,比如說透過黑客宗,然後自行去收集資料, 然後再把它整理起來,做成一個網站,或者是懶人包之類的, 然後再發送出去,那這就是黑客宗預作的方式。 OK,那現在我們換到今天我們unconf的實例。 好,那今天我們在11點到12點半在RE有舉辦一場關於區塊鏈治理, blockchain governments的討論,那我們一樣是用sense來紀錄。 那在開始之前呢,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sense的功能。 我們每張卡片有四個顏色。 好,四個顏色分別是definition,info,solution跟problem。 因為我們在討論一個問題,其實先可能從問題延伸下來, 我們就要定義這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今天定義完這個問題之後,可能有些是解決方法,可能沒有。 可能這問題根本就延伸出更多的問題。 我們透過這樣四種不同顏色的工具,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來了解這樣的討論。 好,那我們今天討論了什麼東西呢? 今天為什麼會有區塊鏈治理這個議題? 事實上是因為區塊鏈治理是一個共識,而且必須被共同信任的機制。 這上面有不同的stakeholder,像是開發者、社群、使用者、礦工以及企業等等。 好,那我們在上面如果說我們想要做出改變的話,事實上是要取得社群的共識。 如果我們沒有共識的話就會發生分岔,我們那時候就討論到Bitcoin其實就曾經分岔過。 對,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就有了Blockchain governments這樣的討論。 好,那我直接講結論好了。 那我們的結論就是,我們可以透過區塊鏈來改善現在的選舉跟政治活動。 我們可以實作Liquid Democracy。 那Liquid Democracy其中一種就是二次投票,我們可以藉由不同的權重來分配大家對於不同議題的重視程度。 今天我可能有100個Point,我今天可能可以把其中50個Point都畫在同一個議題上。 這樣就能展現出我對它的重視程度。 好,最後10秒給我,就是想跟大家說Sense.TW,就是希望可以把這種很複雜的議題變成剛剛的那個樣的一張圖,然後可以給大家一個overview,讓議題更清楚。 讓台灣make sense。 好,我們讓我們謝謝Sense.TW,他們臨為不亂,蠻有sense。 好,我們下一組是非常特別,他們來自於日本。 我們歡迎Call for Japan的Shotai Onishi-san。 再等他一下。 好,我們相信工程團隊非常… 好,開始。 你好,我叫Tasha… Tasha…Tasha…Tasha… Razi Reven,reng,reng… 和我愛台灣。 謝謝… 我叫做Code for Japan,我叫做Code for Japan,我叫做Code for Japan。 我叫做Code for Japan,我叫做Code for Japan。 這個東西是在加裝的,是製造的。 這個東西是製造的,如果這個賬付到任何地方都會用, 那些電池或其他地方都要開放必要 所以在哪些地方都要開放 日本的CivicTech是政府和社群人之間的分析 我先把政府和社群人之間的解釋 首先,在2017年 這是第一次的公開電池在日本的公開電池 在这一段时间的定义 在2020年 这个是军季季季季季季 日本政府的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 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 我们的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 在这个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 对定书的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 可能会来到日本政府的公共产党 大伙是积极的公共产党 但在很多地方都在不清 多数字党的公共产党 最低的要素党的公共产党 可能也有很多新闻党的公共产党 從BATPDF到CSV 這是全世界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也有很多公共的人 有很多人知道 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 和EBPM 還是很難 在日本 有很多人 很難 所以這是很難的 我們 其實 後來的 Olympic 後來的 規制 開放 Data 未能 是很難的 在日本 所以 日本的 Ideal 是 但是 我們還是很難 對 是的 接下來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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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有趣的 有趣的 在日本的 CivicTech 有超過80 CivicTech 在日本 他們做了 各樣的 各樣的 活動 是 很難 有趣 但 CivicTech 是 Civic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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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 也 在日本 也 這是 ELECTION 很重要的 活動 這是 Civic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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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CivicTech CivicTech 這是 一個 公民的 達到 50 公民的 這就是 CivicTech Civic 這就是 CivicTech 這就是 CivicTech 這就是 日本的 國際 也 這就是 UD Talk 這就是 UD Talk 我們可以 這裏 有關 這裏 是 用這裏 這裏 我 這裏 CivicTech 這裏 CivicTech 在 這裏 是 2017 在日本有很多機會,有很多有機會, 還有很多有機會, 但有很多人 希望做得到這創作的地方, 但他們是難以找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有新的機會, 我們做的地方 和朋友做的地方 還有最後, 最後一刻, 參加了 日本的參加 謝謝 其實我本來是要打字幕出來啦 就是算了 沒關係沒有字幕 其實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可以才知道其實了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聊數位落差 數位落差 我今年把我的時間很多時間都在出國 從Code for America OGB Code for Japan 都去了 可能年底還要再去過韓國 那其實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常常會聊數位落差 包括前幾年我去了法國 然後他們都會很懷疑的問我們 咦 為什麼會有數位落差 你們沒有教育嗎 你們沒有去training這些人嗎 對 然後我們甚至有時候會對數位落差 用年紀去分 但其實像我在做IT產品 我發現 數位落差不是年紀 是生活圈 是同文層 因為很多時候 比方說像我們會用hackpad hacknd 但其實走出是同文層 就算同年紀的人 他們也都不會用這些東西 他們也不習慣用共筆 像最近我認識很多文化圈的人 他們開始學習用共筆這件事情 蠻特別的 好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 我發現在台灣沒有這種training的機制 或者機構或者在叫他們如何去協作 或者如何去擁抱開源 或者擁抱開放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我覺得是更重要的 包括我們經過好幾次改朝換代後 我們可以發現是 即便到現今 很多的公廳會或什麼 其實還是一個很closing的 就是政府把事情決定完後 我們再來聽 就是有點類似政令宣導的角色 我覺得這是很不應該的 好 那我講完這件事情 要講一個重點 是其實明年的 OGP是在加拿大 他對台灣算是一個友善的地方 其實也是 其實要講那張圖端是投不出來就算了 OGP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覺得這是可以思考的 他們是讓政府跟公民去討論一個 Open the Panel 那我覺得這個機制在台灣是沒有的 包括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台灣問題 所以說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或者說它是一個政權的問題 然後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在很多的國際街頭上很板手板腳的 而進而是其實我們雖然現在很多的政府機構在談Open 但是其實就是今天的標題嘛 開放了然後呢 也許只是把資料放下去 其實我們更需要更需要的是很多的A3 Panel 甚至於更多的行動 那也就是鼓勵大家我們可以多參與 甚至於可以把國外的經驗 或者把我們經驗輸入到外面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雨婷 那我們 今天其實有點感慨 因為我們 發現我們 有三屆的總召都在現場 然後輪流上台 對 那我們要歡迎的 就是第一屆Ame的總召 HC 那他們要為我們帶來的是看板追追追 可以開始啊 相信他可以的 好 大家好 我是住在深坑的HC 好 最近在做一個新的媒體網站 叫做Reader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選舉的新的計畫 就是看板追追追 去年11月的時候 我們出了一個專題叫速讀政治現金 然後就開放了 然後呢 大家都說這個是檯面上的資料啦 BUT 人生就是那個BUT 這些都是合法的資料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好 可是事情總要開始的 如果你想要促進改變的話 到今年9月底 我們又做了第七屆跟第八屆的政治現金資料 那好像有真的改變了 政治現金的公佈已經立法通過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 就是我們今年 記者去了透明學校 在立陶宛 然後我們聽到一個案例 就是拉脫維亞呢 他們候選人必須公開選舉的廣告 要自行申報 大家都不知道拉脫維亞在哪裡 給各位看一下 BUT 人生還是那個BUT 在台灣呢 大家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選舉看板 其實很多候選人撒錢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管理 所以我們希望做看板追追追 透過鄉民的力量 就很像你在吃美食自拍一樣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然後下面有網址 這個是我們看板追追追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按我要上傳 我們就可以幫你定位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拍照 那就拍張照片就上傳 然後告訴我們說 你現在看到看板是在哪邊 然後是哪一個候選人的看板 那拍攝的時間是什麼 那這個跟當初GTV的政治現金模式是一樣的 我們需要鄉民幫忙做資料的驗證 所以你可以按幫忙驗證 如果你現在沒事的話 那我們就會告訴你說 現在已經有哪些照片已經上傳 那你可以幫忙看 不過這張照片有點小 大家可以拍大一點的照片 好 那資料驗證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會有公佈資料 那現在還沒有上去 所以資料公佈 除了在網站上面之外呢 我們也會有 就是決勝檔 然後原始買金在GitHub上面了 就在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如果大家期待選舉更透明的話呢 就歡迎打卡 然後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跟當初在做政治現金一樣 謝謝 好 謝謝HC 那大家這幾天有喝到荔枝氣泡水的 或是啤酒了 舉一下手好不好 好不好 大家舉起手 那大家知道這些氣泡水背後的故事嗎 對 如果 好 歡迎中都農合 好 歡迎中都農合 大家好 我們是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這個 歡呼 謝謝 謝謝 很多人一直問這個氣泡水 氣泡水 前面有四個字 你喝了氣泡水前面有四個字 叫做 藕葉 荔枝氣泡水 荔枝氣泡水 我們為什麼大張旗鼓要告訴大家 這是藕葉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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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個 友善 生態友善的飲料 第一個 好 事實上呢 就是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整個 冬天 整個有寒流 然後我們的荔枝就減產了 那荔枝減產了以後呢 整個荔枝就很貴 當然你們可能沒有感覺 因為你們不常在家裡買 不常在那個買荔枝 那我們的農民就很有感覺 我們是一個三百多人 一百多公頃的合作社 那我們的農民就告訴我 很貴很貴 那我們要想要怎麼處理呢 好 所以呢 我們就 觀察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一個是含害 第二個問題是 有中國來的訪客 叫做 中國荔枝春巷 那我們就想說 哇 這樣子就把所有東西都吃光了 因為他把那個荔枝的花吃光了 所以我們就跟研究員 做了很多討論 所以我們就釋放了一種東西叫做 台灣貧富小風 那這個貧富小風呢 就寄生到這個荔枝春巷身上 好 今年 我們就成功了 所以大家才有荔枝氣泡水 可以喝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它是生物防治 所以很多人 可能可以感覺到那個東西很好喝 可是你要記得生物防治很重要 生物防治 它是很多很多的這個科學 精密的計算 我們要放多少蟲 要抑制多少的荔枝春巷 最後完成了這個工作 這個產品 看似 這個很多的環節 然後把它兜在一起 可是你喝下去的時候 事實上只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你用 你的舌頭 用你自己 去承認 去愛台灣 去認識台灣的農產品 我為什麼要講那麼多 這個好像很多很多的數據都在上面 大家先掃一下好不好 先掃一下 好 我們講了很多這個東西 可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推動一個工作 我們在推動一個工作 還沒掃 給它掃一下 給它掃一下 不然要白喝了 白喝了 大家知道怎麼喝這個氣泡水嗎 就是帶一些Vaga 然後或者是一些請酒 加進去會更好 對 所以有些人說好棒 很好喝 其實加Vaga更好喝 好 我們下一頁 不然大家醉了 好 我們其實很想跟大家講 我們是一個 很多這個農民組合的合作社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像這個荔枝氣泡水一樣 一般的小農民很難 獨立的完成這支氣泡水 更難將台灣美好的農產品 送到你的口中 讓你品嘗 而且你還說 哇 好棒 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路徑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這邊講的domain knowledge 它有很多很多的議題要去處理的 不管是知識面的 它其實還有很多要執行的過程 我們這一代有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會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去收集這些data 讓它跳過這個domain knowledge 讓農人 讓所有的生產者 消費者 讓通路商 能夠做出正確的決定 產銷失衡 它可能是盛產 也有可能是減產 這些資訊怎麼來做 我們這一代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ABC 今天記得這個荔枝氣泡水 感謝你 如果你記得ABC 謝謝你 好 就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最後不是要歡呼嗎 歡呼 好 我們謝謝中都農合 我其實比較好奇的是 貧富小楓可以幫助各位男性貧富 好 那我們下一組 大家這幾天有沒有 在unconf投票的時候 被一位媽媽給攔住 對 來 請上來 好 那 他希望大家多多關注 他的那個 單邊聽損 單側聽損的議題 那幫忙秀一下他的臉書 好不好 好 來 麥克風 好 好 可以 可以拍 可以拍 不好意思 好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好 開始喔 對 開始 輕輕空空 輕輕空空 欸 有人敲門 欸 有人敲門 誰呀 我呀 你是誰 我是羊 我是餓 我們唱的時候 阿二大姐 阿二大姐 請你進來 阿二大姐 阿二大姐 你的脖子 將乾淨 面我好 面 歡迎你進來 面我好 面我好 好 最後一句就是 我很 就是很謝謝 就是 我們都歡迎你進來 我 昨天帶著小孩 踏進來的那一刻 其實我根本都不知道 居里面是什麼 我這禮拜三 才有人把一個 你們活動的連結丟給我 那我進去看之後 我發現 我不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但是 感覺是一個很多人 會來的地方 那我就想 如果可以來 那我就想來 所以 我就一打二上來了 那 我剛進來那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能幹嘛 或者是能有什麼機會 剛好這邊工作人員很善良 他跟我說有一個開放工作坊的事情 我當場寫了議題 當場就 開始煩路人 開始煩路人 只要經過的人 都會被我們擋下來 這我女兒會負責你擋人 之後我馬上跟他說 請你支持我 就是 就是 就是把他擋下來 逼迫他投票給我 所以 讓我有機會 今天早上開了一個 就是 有關單側聽損的工作坊 那 讓我看一下 呃 我 我 呃 呃 我 我 謝謝 就是 呃 呃 我進來 我們第一個 吸引我們的是 桌上那一堆貼紙 我就開始帶了小朋友想要拿貼紙 後來我 開始觀察這些貼紙好像是 有目的性的 好像大家可以拿自己的 相關的業別 或是 就是擅長的地方 那我 我 我不知道要拿什麼 因為我沒有很好 結果我 最後我拿了一張 就是夠 就是這張貼紙 讓我開始堵住每一個 經過我旁邊的人 之後就是這張貼紙 讓我昨天晚上 寫了 滿滿的兩張我早上到底要講什麼話的紙 對 那 單策聽損 我們去年在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就講了一個單策聽損的 就是身心障礙資格 那也通過五千的複裔人士 那得到很多人關注 但是因為 呃他的 呃 因為 我就是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被講了說 呃 為什麼好好的人不當 要當殘長 就是有那個網友在網路上酸我 所以我為什麼要幫我女兒爭取殘障手冊 我會爭取殘障手冊的原因是因為 殘障手冊他後面綁了太多福利補助了 我要的不是停車補助 我要的不要是 生活 生活費 我不要你生活費補貼 我要的是他教育資源平等 他學習資源平等 我的孩子 他現在沒有殘障手冊 他也不符合特教法的 鑑定安置 他就落在那個三不管地帶 如果我覺得如果我什麼都不做的話 就是 我覺得我對不起他 甚至 呃 就是有相關就是公家部門也很好 他告訴我說 媽媽 不然你就等你女兒 學習狀況比較差 你只要一覺得他學習落後 你就把他帶去鑑定 之後 也許你就會通過所謂的特教法的 就是放寬的部分這樣 那我覺得這是很笨的事情 因為怎麼會 怎麼會就是去把 就是你要明明都看他還好好的 可是你卻要把他等到他壞掉 之後你才要來介入才要來鑑定 才要來救他 我覺得這個本末倒置 那 我想要大家 我的臉書 就是我的個人版臉書 我想求救 那求救的內容 我 我會在我臉書上公開 我需要什麼樣的資源 我希望大家可以怎麼協助我 那 嗯 今天我得到最好的 建議就是 把自己變成媒體 之後大家都會聽我講話 所以請大家協助我們兩個變成網美 對 那 就是 謝謝大家 包容我的感性 我這幾天 真的我覺得這兩天 我是一個愛哭鬼這樣 但是你們的理性真的拯救了我 謝謝昨天幫我投票的每一個 也謝謝每一個給我資訊 很多人私訊我 但也謝謝幫我顧小孩的每一個工作人員 謝謝GTV 請創造一個單 請創造一個值得側聽聽 側傾聽的事件 我們會再來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謝謝媽媽 對 媽媽叫陳蕙琦 對不對 那大家如果跟他臉書可以幫他按讚 然後搜尋一下 好我們歡迎下一組 那我們剩下最後兩組了 來幫忙 等一下 他們要講的是白昼之夜的公民權 好 開始 有聲音嗎 有 大家好 我們是代表 台北文資環境守護聯盟的兩位成員 我們兩位呢 都分別在白昼之夜的前一晚 前一天下午 接到了台北市警察局的關懷電話 他們來關心說 欸你們有沒有打算要去抗議啊 那因為去年的時候 柯市長在白昼之夜的時候 曾經受到文史團體的抗議 因為認為他在文資守護上面 其實做的差強人意 其實是非常的不好 那所以他今年呢 他就非常非常的擔心 有人出現在白昼之夜 去跟他做一些抗議的行動 但是基本上 其實我個人 我已經很少會有公開做任何抗議行為 我在之前曾經發起搶救南港平蓋工廠的運動 之後有兩年 我幾乎從來不曾做過什麼 就是可能會讓柯市長感到困擾的事情 所以我接到這通電話 個人是感到萬分的錯愕 說欸為什麼警察突然跑來關懷我了 關懷我會不會去抗議 那所以我這個朋友呢 他也接到了關懷電話 就我們所知 我們總共有四位朋友 接到了關懷電話 那就後來呢 我們就決定說 因為既然你們這麼期待我們去 我們總不可以辜負你們的期望吧 好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決定呢 來做一下就是 因為我本身也是 有在從事一些藝術工作 那我們就決定呢 有以藝術行為 藝術行動來介入這個白舟之夜的當代藝術 那我們就很簡易的開始了我們的行動 好這是我們開始的行動 然後後來呢 我們在路上碰到了我們 這是巧遇的 我們沒有相約喔 我們就遇到了蕭文杰博士 這是他是台北商業大學的老師 那他就看到我們 然後等一下我們回去前一張好嗎 好 那我們那時候呢 我們就在警車前面 他就幫我們拍照 好那後來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那這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訴求 我們強調的是言論自由 speech freedom 好下一張 好那再往下 好接著呢 我們再在前面拍照 你可以看到警察 他就不允許我們在在警車前面拍照 他馬上就制止了我們 好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發現了大批的警力出動了 大概有200名的警力出動來保護柯市長 好我們再往下 怎麼照片 好那結果後來呢 接下來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就開始有警察一直不斷的尾隨我們 然後人數越來越多 總共有20名警察 無論我們跟到哪裡 然後他就是不肯離開我們 我們跟他講了很久說 你們幹嘛要跟著我們啊 我們又沒有幹什麼事情 我們只不過是表達言論自由 然後做了比較 就是奇怪的打扮而已 結果他竟然就一路一路一直一直跟 然後從那個北美館 一路的跟到 就是跟到了捷運站 然後就一路又一直跟到了民權西路站 我們大概有做了直播 你們可以上網路找蕭文傑的直播影片 大概有長達30分鐘 他們沿途一直不斷的跟著我們 然後他怎麼樣他也不可能離開我們 甚至後來呢 我們決定分散了之後呢 他還一直跟著我們 跟到了廁所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感到實在是太驚恐了說 這個是台北市嗎 而事實上你們知道白皺之夜 法國當初巴黎他要發起這個白皺之夜 強調的是空間解嚴 那我們在這個行動藝術裡面 我們見證了什麼事情 空間又再度戒嚴了 好 那我們往前看一下前面 我們之前在北美館所看到的一件事情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們一旦產生自覺才會反抗 一旦反抗過後才會產生自覺 那我們不知道說 我們今天聽到的中國的朋友講說 我們希望以我們的自由去捍衛他們的自由 那你們認為我們現在是真的 擁有我們所想像的自由嗎 好我們再繼續來看一下 柯文哲在文化學員裡面所提到的事情 他強調了 好下一頁 他的台北價值是必須要捍衛自由 好 我希望你不會抗議 我只有給你五分鐘 好 謝謝 那我們 其實這一組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每年 應該說每次 不是每年 因為我們只有兩年一次 那每次都一定要請到這個特別的 大家都知道這幾天 我們有一個叫口藝組的 他們非常辛苦的關在小房間裡面 那他今天就想要來分享一下 他們口藝遇到的 大小事 有 時間 有聲音嗎 時間 嗨大家 很多人鼓勵我做什麼現場雙魚 我就不要做這種事情了 對 然後我們直接 OK 我們是G&V 口藝組 我們是G&V 口藝組 然後 基本 我們是大概有二十幾個人團隊 那你每天遇到的口藝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不一定三天都有空 然後我們有專業口藝參加 然後也有社群夥伴 不管我要用中文 好 對 然後 我們其實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看 就是口藝組每年就是表現出什麼 有創意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大家在G&V有非常多的黑話 然後這些就是充滿了雙關語的就是punch line 然後讓我們非常的困擾 像最早就是從2014年開始可能有什麼挖坑啊 然後分身乏術啊 那個時候就是AU就是唐鳳還有幫就是挖坑和填坑定了一些官方的翻譯什麼 就是digger 然後filler 然後像這樣的東西就是 他當他有名詞專業的解釋的時候可能還比較方便 那 這是從口藝室就是樓上那邊的口藝室看一下 就是我們 剛剛在裡面翻譯翻譯就突然聽到說 就被cue說我在深坑這樣 對 然後這是我口藝組的視角 就是我們都在遙遠的地方就是聽著大家的議程這樣 那今年比較刺激的是我自己也有就是講者 然後我們在頒表安排的時候 就是被我被排到我要翻前兩場 然後第三場要從口藝廷衝出來 然後講自己的talk 對 然後這是蠻刺激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對 那在201812年我們今年遇到比較奇怪的東西 包含就是剛才語倉講微旅行 然後我們其實剛剛在口藝室有小小的辯論 就是到底要叫就是small trip micro trip還是micro travel 對 然後還有比較刺激的是唐鳳講的問責當責和客責 然後基本上 那我們在 他原本是講英文的talk 然後他在講到這三個字的時候 自己也切成中文了 所以 對那 當然就是可能是 ask for accountability 然後 然後確定那個accountability 然後再就是 就是真正對他克責 這個我們可以細舊 但是在就是在大量的資訊流入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今年有非常多就是 非常有天賦的講者 就是 語速都非常的快 我們正試著就是跟上大家 就是如果有就是 代賣的地方請大家包容 那我們今天也遇到比較刺激的叫懶叫聲淵 對就是在 我們剛剛提到會議就是大家說 既然有大的conference 就一定要就是上來懶叫聲淵一番 就是就是我們遇到的會議中提問說 btaiwan的conference是不是有這樣的就是傾向 那我們當下就是在那3秒裡面我們想了 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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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嗯 最後我們選得直翻 Bring out your own cases on this conference 對,那這是充滿厭世的情況 好,那當然可能有一些就是因為 畢竟在GNV這樣一個社群比較輕鬆的場合 就是可能大家都使用了不同的語句 那我們知道研討會大家有一個TENDENCY 就是講者都不喜歡提前教投影片 然後可能有一個說法是 當天早上在做投影片才是真核心,對 對,我們可能沒有事先拿到投影片 我們就持續津津,持續挖坑 然後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話可以一起來加入口譯組 對,謝謝,然後我最後要做一個工商 就是學生計算研會,就是延續著今年的主題 就是我們講到例如說大數據影響 例如說我們講唐鳳大數據操控臉書 那當然在社會上變成一個很大的議題 我還跟我爸媽說我今天要去找唐鳳 然後他要教我們怎麼控制臉書 對,Beware 對,在學生之間 就是學生計算的年會是從2012、2013開始 我們希望就是讓台灣的學生 因為畢竟資訊的主流教育 大家會比較看到政府都把議題傾向於設定 說什麼東西有,就跟風什麼 早期可能是演算法競賽 現在可能是黑客松,然後後來又到創業 然後最近又到大數據機器學期還要再開學程 甚至有系就直接把廢除了電子工程系 然後成立機器學習或是人工智慧的學程 那在這樣的目的情況下 怎麼樣讓真的有興趣的社群的學生 大家喜歡出來做事 有實務經驗的學生可以真正找到一個舞台 所以我們也是明年三月同樣在中英院這邊 就是我們會辦學生計算店年會 那主題是那個Algorithm in a Box 就是黑盒子裡的演算法 那就是我們目前正在招贊助商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感謝大家 好,謝謝 那我們的閃電獎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大家還開心 我們交回給總招 感謝大家 歡迎收看 明星期四